老闆 老闆 那个施慧我想请教你 我听起来你对那个地方都很熟悉 没有很熟 那我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上圣星啊 比如说施慧 你们都在那些地方 不管是守护 或者是跟当地的政府 有一些抗争或是协商 都好 我想知道说 你们对当地人的了解 跟你们对当地人的接触又是怎么样子 以我在部落做辅导的经过来看 我觉得情感是一个人他对土地 土地是一个人情感的根源 那我是在布农族的那个部落里面 可是我发现在住社区培立的时候 人跟人的相处 他们通常因为 因为我对部落的观察是 他们已经被从日治时代 从国民政府时代 他们已经被制约很久很久了 他们有点像那种 现在所有你到原住民的社区里面去看 那个文化和那个情感的意识 土地的意识都是显 都是隐性的 那你要怎么样让他变成显性 像变成像义华这样子 他是很有社区意识 很有土地情感的 然后他会激动 他会掉泪的 其实那就是需要一些方法 那需要方法 之前我们在讲说 我们在做部落的那个培立的时候 我们要找一些精英出来 那个精英不是说他的能力特别好 而是他特别具有土地和部落的意识 但是通常在那个还是隐性的状况之下 那我们这些进去部落的人 就有一个成先起后的工作 你们要做他们跟工部门 甚至是土地意识的那个桥梁 那你们都看得见问题 有没有去做那件事情 有没有花时间 如果你只是花时间在跟政府在抗衡的话 事实上那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们是外来的人 你们永远不知道那inside的东西是什么 你也不是吗 说的是 对 我不是 但是我是说 很多事情是缓不济及的 对 我要提醒一下还是要十分 好 还有哪位伙伴 我的意思 我终结的意思 其实是要用对方吧 对 那就是说 当我不行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去找到一个对的人 当然有 或许大暴龙可以 但是他毕竟不是那个地方 他也不一定知道 要怎么挑起那个 像你刚刚讲 那个南港那个慈祭的 有一个年轻人去发 那就是很典型的 他是所谓的在地精英 我们能够去找到那样子的人 然后把他带在身边 让他看我们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像刚才你讲的 像唤起当土地的意识和情感 老一辈的 我知道以前在大道城有建筑师 他是这么做 他是像放那个文子电影院一样 把老人家的故事 我就是放 我放给你看 放给年轻的一辈看 唤起他那个记忆 然后唤起当地人对土地和社区的意识 其实方法有很多 如果是我们有没有去做那个link的动作 对 好 其实如果说